你好,中美真霸威,大家好 這條片出街會在5月7號的晚上 喂,大家好 其實原本今天出了兩節財經揭露 是不應該會再有一節的節目 因為另一邊我是去聲援網 但是其實這幾天都是一個世界上比較敏感和緊張的時間 我這條片我希望未必說這麼長 因為你看了其他財經揭露 但是我告訴你緊張的原因是5月9號 蘇聯戰勝就是納粹德國的77週年 普京是會在克里姆林公做一個閱兵 但是全世界都會留意普京 會不會是有一些特別的動作 在一個閱兵裡面一個演講呢 因為那時候呢 在1941年左右 大約這個時候 都是有一個史太林的演講之後 就是蘇聯的軍隊去面對希特拉的進攻 在一個閱兵之後 OK,講完 閱完兵了 那些士兵就衝過去 跟納粹德國打仗這樣 所以這些重要閱兵的廣場演講呢 是很重要的 會不會就是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有些人會說會不會宣布向烏克蘭宣戰呢 但是如果是宣布向烏克蘭宣戰 就是美國 資助烏克蘭就是 當是跟俄羅斯宣戰 就變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十分敏感的時間 一會再跟大家講吧 我們先進正題先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收必記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看看有什麼片出 即是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現在我做節目這一天的5月7日 當然都是敏感的 因為中國現在就 經常都會說就是 北約是欠了中國人的血債 在南斯拉夫的時間 當年1999年5月7日 就是晚上的時候 美國是瘋狂地 向中國駐南聯盟 當時南斯拉夫已經在某一個程度上瓦解了 所以南聯盟也好 南斯拉夫也好 那他軍炸他 炸下去中國大使館 中國大使館很明顯 是沒有可能地圖出錯的東西 不過中國人紀念這三個死者 因為有三個死者死了 我們要說這些叫列士名 叫 要笑雲環 許恨虎和朱詠 現在是5月7日是美國行空的日子 但是許恨虎那一刻 在北京時間已經踏入5月8日 通常我們在5月8日要紀念 北約欠了中國人的血債 現在北約就開始接收南韓成為北約的一部分 南韓的一些情報組織 但未正式南韓整個國家加入北約 現在北約不止是北大西洋 要整個北半球 其實這件事導致於 真的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野來南北韓的戰爭 但是有些人說 打仗就好了 是不是 可以幫助美國 不止搞亂歐洲 搞亂亞洲 美國就可以吸食全世界的資金 這些 是不是美國想成這樣就是結果呢 不知道的 但是什麼都好 這幾天是一些很敏感的時候 5月7日、8日、9日都是敏感的 我就不講那麼多歷史了 因為 譬如說你北約究竟射了多少顆導彈 如果你說連續發...起碼三... 我看過起碼三支 我查清楚有多少支 那你射了三至五支 這麼多的導彈 軍下去 這個藍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 你去侵犯中國的領土 成為中國很大的羞恥 但是當時中國的角力弱 但是以中國人來說是有仇必記 就是說 你做過的事情我不會忘記的 有一天我會還給你的 是不是 就是你藍斯拉夫這三條的血債 這個剛剛發生的 在巴基斯坦的孔子學院被人撲擊 已經是其實普遍中國人 認定不是印度做 是你美國做 這個是我真誠相信的 是不是 現在你這麼多血債 是不是去到還那一刻呢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敏感 因為 你五月十日尋錫穴 要 承繼總統的位置了 就任了 九日 普京 會不會有一些大動作 向烏克蘭宣戰呢 如果向烏克蘭宣戰 就是之前這些叫特別軍事行動 你知道烏克蘭也不算是宣戰 但是如果你波蘭美國在俄羅斯 向烏克蘭宣戰之後 你繼續軍援 烏克蘭的話 就是叫做 你正式向俄羅斯宣戰的了 聯合國五常 美俄 大家都有大量核彈的國家 如果是正式被當作宣戰的 沒有位置走的了 是很麻煩的 另一個分析就是說 波蘭 我之前說的可能是 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我說 俄羅斯會不會讓波蘭霸佔 這個 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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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呢 有很多的分析都是說 因為波蘭呢 挑釁俄羅斯 其實挑釁得很重要的 如果俄羅斯 是要的目標 就是已經在攻擊 烏克蘭的任何城市 李玉弘 李玉弘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攻擊目標 就是有時候的導彈都飛過去了 就是這裡是李玉弘 然後 波蘭是串到就說 這裡北面的旭倫散和李玉弘散 都是 波蘭的固有領土 就是這個是 波蘭想推翻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既定 領土的劃分 這個是想推翻 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這個 這個 的基礎 就是他很多談判 開羅會議 那現在你 波蘭就說想侵佔烏克蘭領土 說這些領土 是你波蘭固有領土 那如果這些是你波蘭固有領土 那你拜託 你波蘭西面的這些 是不是應該屬於德國呢 如果你拿了德國這些 這些不是你的了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波蘭宣佈了那些 李玉弘固有領土 如果你走進來 和俄羅斯爭奪烏克蘭領土 那是不是俄羅斯叫入侵者 你烏克蘭就不算呢 你西方又玩雙重標準 俄羅斯不會容許你玩雙重標準 如果你烏克蘭搶進來 霸佔烏克蘭的領土 當然北約就不可以保護他 因為北約只是保護波蘭軍隊 在波蘭的本土裡 波蘭的軍隊如果進入烏克蘭 俄羅斯是一定趁機大規模殲滅的 但是這個也是很敏感的事情 我告訴你 世界局勢到了一個 關節位 這幾天是緊張的 可能沒事發生 但是也可能會爆發世界大戰 是有可能的 但是機會不是 我仍然也認為不是這麼大 因為波蘭 是不是真的這麼夠膽 踩進去呢 你踩進去 那當然就代表著 你美國就有多個爛頭卒了 但是你波蘭進去 現在很多分析都說 你進到你一符 俄羅斯一定炸到你波蘭的軍隊 給你一點面色 你想入侵 李玉芙和玉倫 這個叫玉倫散 但是找不到玉倫市 什麼都好 是一定攻打的 而且5月9日這個 普京的紅牆的宣港 我不排除白俄羅斯參戰的 白俄羅斯也看到 喂 你在東烏克蘭 其實烏克蘭的軍隊 是被包圍 是被人不斷慢慢 逐點逐點去消耗的 那麼我白俄羅斯 如果在這個時候下水 他有10萬兵 接著這裡 排除了 俄羅斯的軍隊 可能也有10萬 20萬兵真的走過下去 動輪散 或者是你動輔 接著截斷你北約 對烏克蘭的軍隊的輸送 隨時5月9日這樣宣佈 如果就是當普京這樣宣佈 白俄羅斯向 決定參加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不是正式宣戰 但是有20萬軍隊 搜尼烏波邊境 你波蘭一進來就立刻拍 那怎麼辦呢 波蘭的軍隊被消滅的時候 美國又怎麼樣呢 如果俄羅斯不去打擊波蘭的軍隊 波蘭可能會入侵俄羅斯在 這個叫做加里寧格格納的飛地 所以俄羅斯是要趁機打擊波蘭的 如果他進入烏克蘭那邊 因為如果你有得 波蘭成功霸佔烏克蘭的領土 他下一步就會入侵加里寧格蘭 其實加里寧格蘭 根本是德國人的領土來的 二戰前 二戰或者二戰前 那關你波蘭什麼事呢 但是現在波蘭就說 我 要有領導擴張野心 我覺得是瘋狂的 波蘭 但是什麼都好了 他們可能很迷信美國的力量 其實我們做財經揭露 又看到股市、債市 全部的東西不正常 股市就是搖搖欲墜 快要爆 但是還沒真正去爆 如果你突然間 看到 道指連跌2000點 那其實證實 美股玩完了 但是債市就已經玩完了 因為債市 大部分的 什麼 五年期、七年期 十年期、二十年期、三十年期 全部超過三 或者三點一 其實代表著這個世界上 很多資金 因為戰爭的風險 沒有去買美債 就是他們進去 他又不買美股 又不買美債 美股又倒閉 美債又不行 去了哪裡 有些說法 可能去了人民幣 因為美國是有很多泡沫 人民幣是沒有泡沫 因為他去年就已經打擊股市了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看到人民幣跌 可能那些資金照進去大陸 他說情於蝕可幾毫子 好過賣你美股 賣你美股 賣你美股 你吹到漲了 炮了 衛高勢危 我買你美債 我們都不保證你一定贏烏克蘭 是不是 或者你大陸的實力 突然間推平了台灣 推平了南韓 那你怎麼樣 其實現在敏感的 我都怕南韓 我怕北韓在5月9日 趁你普京讀完演講 去開戰打南韓 但是這個有一個可能性 也都可以不太高 現在這個關口敏感的 但是如果這個關口不打仗 下一關口 會不會是冬天呢 有時候我教學之前就講10月 其實冬天就11月 是不是 你去到11、12月 整個西方的能源就很緊張 趁你能源緊張 你再 這個戰爭 除了在烏克蘭打爛爛之外 或者如果去到今年11、12月 俄羅斯應該在包圍幾乎 如果是這樣 如果大陸 在冬天混亂的時候 西方掉頸說沒有能源的時候 大陸開戰 打台灣 如果是冬天11月底開始開戰的話 肯定 印度就算是反過 已經大雪風山了 所以印度騷擾不了中國 如果當中國不相信你印度 如果大陸打台灣 同時 這個北韓打南韓 甚至說 中國 說我打到台灣 我說你 南韓有生化實驗室 危害著中國國家安全 現在我支持你北韓打南韓 那怎麼辦呢 現在是 世界局勢 就是 這個7號至10號是一局關 過了之後會不會今年冬天 10月 11月 就到南韓和台灣呢 這樣 這些我是有一點點 不能夠把握到 Exactly是怎樣的 但是我先說這麼多 我又不想說這麼長的 明天再跟你聊一下 好